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 我是凯宇 你知道吗 现在在Podcast上面 每天有超过六万位朋友 跟我们一起学习 你订阅了吗 你只要在各大Podcast平台上面 搜寻起点文化一天听一点 就可以订阅我们 欢迎你的加入 今天我来跟你分享 关于梦想这件事 有一种作文题目你一定写过 那就是我的梦想 或我的志愿 在那个时候 你可能为了应付学业 随便写了一个 大家都会认同的好梦想 但是当你出了社会 真的要开始追梦的时候 你有梦想吗 还是你心里其实根本没有底 很羡慕那些真的有梦想的人呢 我有个学员 他是法律系大四的学生 虽然他成绩很好 但他不知道自己的梦想 究竟是什么 面对个人生涯发展 他也完全没有想法 于是呢 他先听父母老师的建议 去准备国家考试 但在准备的过程里 他也是非常的焦虑 一方面是因为 他隐约觉得自己的志向 并不在法律 而另外一方面 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够做什么 所以没有办法拒绝 父母老师的建议 只能够任凭摆布 听完他的故事 你也有同样的困扰吗 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应该要找一个梦想 才能够把往后的人生决定好呢 其实呢 你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困扰 很有可能是因为你在面对梦想的时候 怀抱着下面三个信念 第一个信念 你认为梦想必须是一种工作 在讨论梦想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用职业去定义梦想 但是会有这样的思维 是因为我们太过在乎社会的刻板印象 所以要先找到一个身份 利用这个身份的框架 去衡量自己的价值 就像很多长辈都会觉得 只有当上医生、律师、老师 你才能够出人头地 获得他人的敬重 但这样的信念其实很危险 因为当你只看见职业的身份 却看不见发展的潜力 这时候你就会觉得 如果没有任何工作符合你的想要 你的想要就称不上是一个梦想 慢慢的你就会因为现实不符合想要 没有办法迈开生涯的第一步 再来第二个信念 你认为梦想必须是一种目标 比如说我想要环游世界 我想要开一家公司 或者是我想要成为艺术家 像是这样的目标 就是一个有计划有结果的概念 而在回应别人或自我期待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用类似的概念 去勾勒自己的想要 让你的想要看起来不是漫无目的的状态 但这样的信念 也可能会让你以为 梦想必须要明确的计划或者结果 如果没有 那你就不能够说自己有梦想 甚至于不能够把它当作是个梦想 这样的话 你很有可能就会慢慢忽略自己的想要 没有办法尝试更多的可能性 失去探索自我的机会 而最后第三个信念 你认为梦想必须是不变的 会有这样的信念 很可能是因为你听过太多的故事 认为那些人生美满的成功人士 都是从小就立定志向 而且坚持努力到梦想成真 这样的故事虽然听起来很振奋 但是也有可能会让你以为 所有的梦想都必须是要唯一 而且长久的 一旦你有这样的信念 你很有可能就会以为 只有不变的梦想 才会是一个好的梦想 听完这三个说法之后 你会发现 虽然这些信念不完全是有问题的 但如果你太过执着在这些信念的话 你很有可能就会在无形里 阻碍了自己的发展 那既然这样子 我们在面对梦想的时候 到底该抱持着怎样的信念呢 在这里我先跟你分享一部 我很喜欢的迪士尼动画电影 《灵魂急转弯》 故事里的主角Joe 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爵士乐团的钢琴手 但因为现实条件的限制 他只能待在中学担任音乐老师 默默地等待实现梦想的机会 一直到有一天 他终于有机会上台表演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Joe不小心跌进了下水道 昏迷了 而且来到了死后的世界 在这死后的世界里 Joe拼了命想要回到现实 完成他自己的梦想 但是Joe同时也遇到了一个不想投胎 不想变成人类的灵魂22号 在经过一连串的冒险之后 这个灵魂22号发现 他其实很享受生活的感觉 他开始想要成为一个人类 而我们的主角Joe也才因此反省 原来他真正的梦想 不只是成为一个爵士乐团的钢琴手 而是想要发掘生命里美好的事物 所以提起这部电影 是因为我想要告诉你 其实梦想是可以具体的 也可以是抽象的 更接近一种生活的形态 你喜欢的生活方式 而不是一种固定的角色或职业 毕竟很多时候 我们内心向往的 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描述 一旦你太想要去给梦想一个定义 那么你的寻梦之路 就很有可能会变得非常辛苦 因此我们必须回头去看 你之所以想要去定义自己的梦想 究竟是为了什么样的信念呢 就像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学员 他之所以害怕自己没有梦想 是因为他承担了父母跟老师的期待 所以他不知不觉地把这些期待 变成了自己的信念 也因为这样他认为自己必须要找到一个够好的梦想 可是长久下来 他的想要跟信念就会开始打架 让他变得非常的焦虑 所以他需要做的 是先去觉察自己原本的信念 接下来他才能够进一步地透过 改写信念帮助自己找回适合的梦想 那么信念到底是怎么影响我们的呢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习惯的思考方式 这些想法会慢慢地演变成我们的信念 一种根深蒂固对事情的相信 进而影响我们看自己跟看世界的角度 如果没有觉察 练习或改写自己的信念 我们就会去依赖他人的观点 把他人的观点变成是自己的信念 但这样子是很有风险的 因为对别人有用的想法不见得适合你 你们拥有的资源也是不一样的 假如你过度依赖他人的观点 没有在过程里慢慢长出适合你的信念 你就会被困在原地 就像你听到别人都有梦想 于是你开始告诉自己 我应该要有梦想 我必须要有梦想 你就会因为这样子感觉到压力很大 逼自己赶快长出别人会认同的梦想 长久下来 你就会只专注在如何跟别人交代 而渐渐地忽略了自己真正的想要 所以我会建议 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梦想 却又很想要厘清自我的话 你可以先试着回归到事实的面向 看看自己有没有热衷的事物 或者是你很想要守护的价值 如果有 那就代表你其实已经拥有渴望的事物 只是你还不知道要怎么去描述它 但如果没有的话 那也很好 因为这代表你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你可以用更开放的心态 去尝试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事物 你要记得 有梦想当然很好 但如果还没有的话 你也可以活啊 因为梦想比较像是人生的调味品 有它 你的生命会更有滋味 但没有 也不会无法生存 如果你真心希望生命精彩一点 滋味丰富一点 你要做的事情是不断地觉察自己的信念 建立适合自己的思考习惯 你才能够去实践自我活出你想要的人生 你也想要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吗 如果你有这样的需要 我全新的线上课程 活出有选择的自由人生 非常适合你 在这门课程里 我会带领你一步一步地认识自己的信念 让你看见你对自己说话的方式 甚至于是你不经意说出来的口头禅 都代表了怎样的意涵 接着呢 我还会教你运用有效的对话技巧 让你能够清楚地看见自己的想要 最终学会改写信念 掌握真正自由的人生 而且更棒的就是 为了回馈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朋友 你只要在早鸟期间加入 活出有选择的自由人生这门线上课程 你就能够同时享有嘉玲老师的全新课程 你是哪种人 透过认识MBTI这个测验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16型人格 你会更了解自己的风格跟特性 帮助你更完整地认识自己 找到适合自己实践梦想的途径 而喜欢心理学大师荣格的朋友们 也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优惠哦 嘉玲老师会在课程里 用最浅显易懂的方法 帮助你更了解荣格心理学 是怎么样影响着MBTI的测验 而最后预告一下 活出有选择自由人生 即将要在12月12号开卖了 而且从12月1号起 你就能够在起点线上学院的官网 免费收听 活出有选择自由人生 和你是哪种人 这两门课程的第一讲 相关的课程资讯 我们都已经公开在网站上 信念改变人生 了解带来可能 期待你加入我们 让我们陪伴你 一起找回你想要的人生 详细的资讯 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连结 期待你的加入 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